美国大选牵动各产业 尤其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声势高涨 外界也关注对台湾的影响 今晚会主委彭金龙对各种结果 已经做好各项剧本因应 至于虚拟资产比特币人气高涨 台湾也表态采取渐进开放的态度 川普申选几率大增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可能牵动台湾半导体产业 今晚会主委彭金龙透露 内部已经进行各种杀盘推演 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境 做好准备 美国不管谁当选 对我们的资本市场 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上的冲击 这个对吧 是不止谁当选 还有他的很多的利率政策 就是说我们其实过去在因应市场 非理性的波动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也就是说你有因应的剧本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 川普交易活跃 市场资金更是持续涌入虚拟资产比特币 29号比特币价格冲破七万一千美元 30号去涨百分之二至七万两千美元 尽管会目前已经放宽专业投资人 可以以赴委托方式交易比特币现货ETF 着手逐步开放 那我们是先从专业投资人 他风险承受力比较好的开始 我们给半年来评估他的实施结果 我可以这么程度 就半年我会来评估一次 半年来评估要不要开放给一般投资人 可以 立法院七月通过洗钱防治法 指管机关对现行26家业者采取登记制 立委也关注 类似Coinbase等主流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是否有机会邀请落地台湾 我干脆在台湾成立本土交易平台 一个是我们主动邀请 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被动的筛选 未来市场的发展 我们不是只看这26家 我们是考虑到国际的竞争 以及台湾这个产业 未来要怎么样定位跟发展 有没有办法大型化 可以把它更规范化 这件事情对市场秩序 这是我们确实我们在考虑的重点 2024台北金融科技展 Fintech台北 11月1号即将登场 这晚会官员将亲自到场出席 也表态对虚拟资产在内的金融科技发展 予以正面肯定 新唐的亚太电视 成后我们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